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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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王是哪里露出了破绽 王爷身上穿的衣服不合身 显然不是您自己的 而真正属于您的衣服 这只有 只有什么 泄库 那你如此聪明 何不猜猜 能不能活过今日 孙女回来了 孙女 父皇 不孝你回来了 回来就好 皇祖母是是叛战 可算把你叛回来了 猜对了还有奖品呢 公主 来望孤星梅月生 大一字 是庄子 姑娘真是聪慧啊 这木齐小姐 既然攀上了柔家公主 我 叫化 养虎为患 重点就在于 是谁养这头虎 是陛下 还是三位皇子 小姐 为什么就跟陛下和三位皇子扯上关系了 因为这头虎啊 他分明指的就是定王殿下 他摸神了 果然是个气度不凡的人物啊 没想到今日 在这儿还会碰到定王殿下 若不是本王 打听到子人的笑 怎么会知 你如此攀附本王 只是为了一己私利 为一己私利 就一定有错吗 女子就一定要成婚嫁人 就不能实现心中报复吗 定王殿下 您奏请重开女子恩客 可是您知道 您面前这位女举人 光是走到这文征楼前 就已经用尽了全身的力气 您问忠心 您看 这便是小人的答案 好了 别生气了 忘了坊间 是如何评价定王殿下的 坊间说 定王殿下不能人道 小姐 小姐 人道是什么意思啊 非礼无听 非礼无言 啊 好 产生气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